人生有白痴过性 始终围着天地间 终从从过客 套落之一夜 便受困扬一夜 我相信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都看过金鱼小说 越喜欢金鱼 就越对金鱼的作品更加的调避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观众认为年轻化 你要让观众觉得他是真实的人 用自己自身条件去符合书中小峰这个人物的 他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表现方法 主要 两天不回于心 白痴 不负于云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那种 一种 然后那种 狭气 在他身上 人物的感觉他必须很真实 甚至服装 自己都给大家感觉到就是 这是古装世界 但是用现代人的感受里面 你都会感觉到 有那种亲切感 这个就会让更多的年轻会更有共鸣 大家都知道 曾宁章的舞蹈片是讲究质感 真实 所以这次我怎么会呈现金融世界的舞打风格 我怎么把曾宁章的舞打风格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这次翔逐八打 我觉得那会不会有一条龙 因为这个也不是正安的风格 我在每一个动作阶段里面 它里面都有一个来源 它都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 你要给观众看到这个是盾牌阵 所以你这样必须要一过红 你看到前面要看到那个盾牌 那让观众知道这场是盾牌阵 你看起来你都会感觉到那种力度 那种力量 那种质感 像张哥这样的 我们两个动起手来 比较好看 和观众比较期待的也是两个 都是能打 所以他招与招与招与之间 再加入个人情感 就会非常的好看 我也担心这个词 翔逐八打 还要准备很多的舞打的 会让观众觉得很热血 这个我妈要信心的 我从头到尾都有一个理念 既然我要做这件事 我必须要把它做到我的最好 来 慢一点 来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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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要来 好 就自然那个 你别 别 别错 别做戏 来 不要去演 对 要做回你自己 来 来 但是这一次呢 我真的是特别从故事的编排 到每个环节 都是我心里亲为 然后 哎 这个全部要缺 全部要缺 但是不行 OK 全部缺 要淋得滴水 然后这个画面呢 很太干净了 可是他有时候看镜头 你缺什么的话 他会立马叫停说 哎 你再演一下 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呢 是OK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层次不错 最后他有给我们看 呈现出来的一些天花 我觉得他的决定是对的 我看了他几场戏 我都给迷入了 然后他问我 我就说 比以前全是熟的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他应该是最好的一步 那么我这一次啊 非常幸运 就是所有演员都很爱这片 其实一部好的电影 都需要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演员 都很相信这个故事 很相信自己的角色 然后大家互相去 去互动才有可能 变成一丁的 就是我希望这一次 这个乔峰能给大家带来 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我希望打造一个 一个全新的 不仅是武侠世界 新的世界 这个是我的理念 能让不仅是 咱们中国人都喜欢 同时也可以让全世界看到 哇 我们不再变更精彩